好 國民黨總統參選呢 侯友宜兩天一夜的台中的一個long stay 在第一晚的部分參加是民眾的服務社後援會來成立 這次的時候他自稱說是辦弊案 整治安的專家高手全力來催票 但是新北市在下午有一場下午 造成多處的淹水的一個活動 順便大家長他還去忙著跑選物 那麼行程的部分 所以晚會結束侯友宜其實呢 他才最後匆匆趕回台北 引發了外界討論 侯友宜long stay第一晚參加民眾服務社後援會成立 黨主席朱立倫也到場力挺 國民黨只要願意團結願意努力 願意奉獻犧牲 我們在每一個選區 每一個選區都能夠贏 朱立倫隔空喊話 聽得出來黨內雜音似乎還在擴散 我今天走到哪裡 很多的支持者都告訴我 胡友宜信心滿滿自稱是半壁案 整治安的高手專家全力催票 但下鄉台中的這時間點 新北市因為大雨多處淹水 身為大家長的他卻忙著選務行程 接到EOC的電話 立直要求我們成立應變中心 所以我們三四五件激煙水 在短短一個多小時都已經處理完畢 整個災情都在掌握當中 那今天晚上會回去做證嗎 謝謝 謝謝大家 一句已經處理完畢 其他問題一律不回答 晚會結束 侯友宜就匆匆離開回台北 根據瞭解侯友宜這兩天一夜的long stay 雖然行程都在台中 卻沒住在這裡 都是當天來回 似乎是受限於市長包袱 下鄉情義之旅 還得南北趕路 記者方平門張一志台中報導 字幕志願